2013年金像奖颁奖典礼上,张曼玉一个动作令张子怡无比自容,事后甚至还传出了张曼玉扬言此生都不会跟张子怡合作的消息,张子怡入行跟张曼玉相隔了15年,这两人从资历,地位各方面看,明明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,为何会出现矛盾呢?这两人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恩怨? 2002年,作为某女郎的张子怡在电影英雄中饰演女仆,原本定的女主是张曼玉,张子怡为其作配而已,虽然同样作为影后,但张曼玉早已是风生水起,资历比张子怡深得多,不过拍着拍着,张子怡的戏份越来越重,甚至超过了女主,到最后播出时,张曼玉的戏份被删减了不少,被一个后起之秀如此艳压,张曼玉的心里怎么可能舒服? 而且她一向不喜欢抢戏加戏的人,这是两人的首次合作,心中就产生了芥蒂,让两人关系变得更加微妙的是外界媒体的炒作,媒体让张曼玉评价张子怡的演技,张曼玉说为什么一定要给她提一件,很快又说了一句话,恍惚了气氛,称赞张子怡比她聪明。 没想到的是,相识得情景再次重演,张曼玉在电影《2046》中的戏份最后被剪得只剩下几个落寞的背影,张子怡取代她成为了风光无限的人物。 2005年一部《异计回忆录》让张子怡迷洋海外,据说这部戏原定的女主是张曼玉,最后却换成了张子怡,当记者采访时问到这个问题。 张曼玉说自己推了很多遍约,包括张子怡的《异计回忆录》,因为她不想回到家乡,被人说为了钱出卖自己的文化,这番话怎么听都有一些内涵在其中,混迹影谈多年的张曼玉怎么能一而再地忍受这种虚荣,这就传出了张曼玉说就算给她再多钱,她都拒绝跟张子怡合作。 后来张子怡凭借一代宗师战功赫赫,将多个大奖收入囊中,颁奖时张曼玉去收刘德华的给她的奖杯,即便后来两次强硬地塞给她,但张曼玉统统拒绝了,场面一度十分尴尬,张子怡只能从刘德华手中接过了属于自己的荣耀。 虽然事后刘德华解释这是一场乌龙事件,不过并没有观众幸福,除了张曼玉外,陈道明也跟张有过正面交锋, 2018年的华表奖颁奖典礼上,谁都没想到陈道明跟张子怡作为颁奖嘉宾却闹出了尴尬名场面,张子怡在陈道明的逼问下一度出丑,隔着屏幕观众都替她难堪,在互动环节上,陈道明开玩笑地问张子怡得过华表奖,张子怡努力地掩饰欣喜之情,并想极力表现出谦卑,说自己拿过不止一次,陈道明紧接着直接问她拿过几次, 张子怡一脸骄傲地说自己拿过三次华表奖,陈道明对这个答案感到非常吃惊,就问她是不是中国女演员里的这个奖最多的,张子怡毫不谦虚地说目前是,陈道明说她只拿过一次,张子怡连忙解释,对于年轻演员来说, 陈道明还没等她说完就直接打断说她是中年演员,这并没有结束,陈道明又反问张子怡,知道华表奖和荆棘奖的区别吗? 张子怡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,而是试图把话题引开,但陈道明并没有就此放过她,而是坚持让她回答,台下的观众都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, 你是不是不知道,我肯定知道,我就把这,张子怡看到陈道明依然没有想要放过她的意思,就开始发挥自己的魅力, 三交让陈道明解释,陈道明解释了一回后,不知道张子怡是不是想为自己赢回几份面子,说跟她想的一样, 事后,不少人觉得陈道明故意刀难张子怡,让她当众下不来台,这种做法欠妥当, 打言有人觉得张子怡作为颁奖嘉宾连所颁发奖项的意义不懂得,怎么好意思说自己还得过三次讲, 陈道明就是想用这次的尴尬教育一下张子怡,让她记住,你觉得陈老师做法对吗?